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是出不了手 也就是说每一个球过来 我们都不知道球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跟不上球 为什么我们是跟不上 第一个就是所有的球迷跟不上球的时候 心中无他 只有我 就老是想着自己 没有他 没有他的话就是意味着 你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 钉球钉不住 你不知道他的球准备往哪边跑 通常是到了球到了这边位置 或者速度快点到了这些位置 你才知道球的落点 所以说你慢了 所以说你跟不上 所以说你被球顶住 没有形成一种什么 平视球的习惯 都是俯视球的习惯 我们没有平视球 也就是说平视球的时候 就是意味着你去盯球 盯球我们盯哪里呢 我们首先对方出手的拍面 你看拍面你盯不住 你对球的落点 你是感觉不到的 你这个出手的话 肯定会慢 肯定是追着球打 而不是提前知道 球在哪个位置 所以说的话 我跟大家所有的球迷朋友 讲一个 就是我们要充分地认识 盯球在我们打球之中的重要性 一定要盯得住 不是看得住 看球跟盯球是不一样的 盯球一定要给我盯紧 站在这个位置 我们每一个球我们都会知道 而且我们只要这样子去站位了 大家看一下老黄的大腿很白是吧 我的大腿是很白的 性感的小大腿跟我的小蛮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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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如果盯球的时候 我们只要有这种站位 我们是盯得比较紧的 这种站位 它一定能够让你 一定能够让你 把每一个球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来吧 来吧 谢谢大家